他被称为大清最荒唐的王爷 别的王爷的业余爱好 都是提龙驾鸟 或者听听戏啥的 而他却喜欢在自己活着的时候 找一些和尚道士 给自己做饭 看着众人对自己嚎啕大哭 然后哈哈大笑地在吃自己的贡品 紧直荒唐到了极致 这位王爷就是和亲王红昼 也是乾隆红利争夺皇位的假想敌 毕竟康熙一朝九龙夺敌的事件 还历历在目 然而红昼荒唐归荒唐 作为雍正一辈子对手的老八 对红昼的评价却是非常之高 虽然老八能够看出 红昼对于皇位并没有太多的垂涎 他的所作所为 都只不过是在明哲宝身而已 然而雍正刚经历过八王义政事件 对于红昼的明哲宝身行为 一直都存在怀疑 为啥要这么说呢 当初八爷伙同四位其主王爷逼宫 借机向雍正提出恢复八王义政的阻治 在老十三赶来的这段时间 雍正被八爷一等 一直在朝堂之上连连败退 为何 因为八爷早一不就收买了龙科多 并调换了皇宫内外的守卫 就连雍正一战的丰台大营和西山锐剑营兵马 都被几位其主王爷共管了 虽然这里面有红石陷害的成分在里面 但这件事情跟红昼也有着些许的联系 毕竟是红昼的口误才导致雍正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局面 而且在朝堂之上 红昼也当着雍正的面承认了这件事情 其实红昼又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按照红昼的性格来看 他并不愿意加入到任何一方的争斗之中 既不能站队也不能站错队 于是他就在雍正和八爷之间分别站队 首先他先帮助八爷掌管了丰台大营和西山锐剑营的兵权 然后在朝会之前又告知十三爷 让十三爷及时一样下来 无论是雍正和八爷哪一方胜利 红昼都不会受到清算 依然还可以做一个富贵王爷 但是毕竟这只是红昼的小心思而已 雍正又怎么知道这小子两方下注的意图 细想之下 他以为红昼也像红石那样对于皇位有所企图 所以新是在八王义政事件结束后 雍正下指派出红昼 红石 还有三爷印旨 嫌去抄八爷等人的家 其实就是想借着抄家这件事情 看一下红石和红昼 神跟八爷有先连 红昼虽然平时看起来像个铁合汉 面对着前来让他去抄家的三大爷和三哥 人家红昼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这几天有高人算过 说我不适合出门 不然将会有血光之灾 说完还摸了两下下巴 弄得人家红石愣是没脾气 毕竟人家红昼也不傻 知道自己的三哥并不是什么好人 在这件事情上 他也不想犯自己老子忌讳 更不想让自己的三哥当枪使 红昼虽然躲过了自己的亲哥射击 但是自己老子那边毕竟是下了圣旨的 他还是要跟雍正一个交代 于红昼没有按照圣旨 参与老八一等抄家仪式 算是直接违抗了圣旨 对于这个儿子 雍正肯定要过问一下 最起码得知道是什么原因 毕竟他也要给满超文伟一个说法 在红昼刚来的宫里的时候 作为贴身色候雍正的太监李德权 先是告诉了红昼 今天雍正的心情不好 让红昼小心地应对 这里就看出了红昼和红石最根本的区别 李德权作为雍正身边的太监 雍正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顾 算是雍正的贴身管家 红石在见到李德权又是怎么做的 当初红石在求见雍正的时候 被李德权以雍正正在睡觉为由挡了架 于是红石便在李德权面前卖弄小聪明 其实李德权作为皇帝身边的贴身太监 红石说的这些正是他灰色收入的一部分 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出来 无疑是在断李德权的财路 只不过李德权当场并没有发作 可从后来雍正睡醒后 直接写见红利这件事情来看 人家李德权压根没把红石在门外跪着请安这件事情 汇报给雍正 然而红昼平时做起事情来看似荒诞不惊 但他却明白皇帝身边李德权的重要性 从李德权善意地提醒来看 平时红昼没舍暗地里给他钱 于是在面见雍正之前 又暗中塞给了李德权几张银票 还说 啊 嫁不来的时候 就圆圆吧 哎 哎 五言 其实就是红昼先给自己买个保险 他十分清楚雍正叫他来的用意 万一自己对付不过去 还有万经游的李德权帮他打圆场 之后便进入了雍正和红昼的对话境界 堪称高手过招 招招致命 雍正在话里给红昼一连挖了五个大坑 都被红昼一一给填补上 雍正上来先是一种用死腹关心孩子的语气 说 我听说你这几天有血光之灾 你今天过来 那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呢 言外之意就是 让你抄家你不去 让你来宫里进见 你倒是不怕人伤血光之灾了 之前红昼刚听完李德权的话 知道此时雍正的脾气不好 自然不会蠢蠢地以为 老子是真的关心自己的安慰 在想了一下之后 红昼直接全盘拖出 说自己这些话 只是骗骗其他人 自己主要是能力有限 怕玩不成你老人家交代的事情 这才用了这个借口 其实是自己不想参与抄家这件事情 并要求自己的老子治罪 雍正一看 你小子挺聪明 直到已退为进 再说 你自己都把云音说出来了 那就不算是齐居 你让我怎么治罪 雍正虽然心里这样想 但是并没有表露出来 毕竟他今天的目的 就是为了考验红昼 到底有没有夺敌之心而已 有没有跟老八他们一伙有牵连 于是雍正紧接着又继续挖坑 说你最近跟一群和尚 倒是混在一起 虽然做事频扑了点 但也比跟朝廷官员交费一些好 这一点你比我强 小小年纪就知道明哲保身啊 这句话雍正虽然是笑着说的 但雍正的笑容 在红昼看起来 那是比什么都可怕 为啥呢 因为当初雍正在九龙夺敌的时候 就是最新田园之士 迷惑诸多兄弟 隐忍之中 才成了最后的赢家 雍正言外之意 就是红昼你比我厉害 懂得用和尚道士打掩护 红昼立马站了起来 向雍正连毛表示 这个锅我不背 还说我只是一个百无一用之人 是想象的那样 根本不是争夺皇帝的料 雍正是什么人 精明的睫毛都是空心的 他可不会就这样相信红昼 毕竟红历是康熙看重的皇帝人选 自己能够在九龙夺敌中胜出 红历占了很大一部分 而且在他看来 只有红历继位 才能够帮助他推行新政 振兴大清 所以他不会允许任何的人 成为红历继位的绊脚师 于是雍正继续试探红咒说 在这些孩子里 只有你是最像我的 喜欢研究佛法 这很好啊 哎 当时我也想就这样过一辈子 只不过你皇爷爷最终 还是将这个千金正担交给了我 雍正这些红咒 真的有心夺敌的话 他肯定会看奏折 之后还会采取一些措施 来讨雍正的欢心 然而让雍正没有想到的是 红历虽然接过了奏折 但是并没有看里面的内容 言语之间 还劝雍正不要理睬 其实就是表明了自己无心朝政 看着自己的老父亲欣慰地点了头 红历这颗进来后 就一直滴溜的心 才算是半悬了下来 当然 雍正还是没有放弃 打算给红咒再挖一个坑 接着红咒放下戒心的时候 再次摆出一遍 被八旗旗主共管一事 询问这件事情 是否跟红石有关 就像是董事长 让下面的员工说出一些隐秘 还保证绝对不会泄露是他说的 红咒作为明哲宝胜的鼻祖 他知道红石和红历在争夺皇位 他也说不好谁能够获得随忠胜利 自然不会出卖自己的三哥 给自己找麻烦 于是他告诉雍正 自己忘记了 既保全了三哥 也保全了自己 还让雍正看到了红咒的手足之情 这才彻底地让红咒 摆脱了雍正的怀疑 其实从雍正后来对待红石的表现来看 一开始雍正给红咒聊天的时候 提出的这五个问题里面 都挖了一个大坑 稍有不慎 就会落得跟红石一个下场 只不过红咒也是位大智若鱼的精密人 知道剑招拆招的道理 甚至在来之前 还打点好了李德权 这才悬身而退 最终成为了乾隆一朝的富贵王爷 其实这里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跟领导说话 徐会听弦外之音很重要 我们下载的声优独播 没有人有可能